好 再來我們持續要來關注 國軍現在難道是要開始備戰了嗎 因為我們先來看到在花蓮七星潭海灘的部分 好 3月14號的時候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 他們要實施是步槍對海射擊訓練 那這個地點剛好是臨近了嘉山基地還有航空站 但是呢 現在引發爭議的就是 並沒有知會新城相攻索 那我們來看到花蓮新城相掌呢 好 這個是合理台 他就說其實在當地呢 已經有七家的觀光飯店 投資進駐了 那如果軍方這樣子 未來會是一個常態性的演習的話 可能就會扼殺掉了觀光發展 因為可能大家就會不敢過去了 另外呢 就是要看到漢光演習 目前時兵的演訓 現在時間要延長了 原本是五天四夜喔 但是這一次會是八天七夜 所以變長了 而且呢 一年制的義務一男 好 2100人 他們在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也是會上場的 好 另外國軍還做了什麼事情呢 東部現在引擬要增見 是第六條的戰備道 好 前空軍副司令呢 張延廷他就說了 中共已經出現在我們的東部囉 所以戰略縱深是沒有了 萬一西部受到了第一級的摧毀 那關山道池上 如果有戰備道的話 最起碼是有跑道可以落地的 所以呢 是有戰略的考量 好 另外要新增的是什麼呢 就是空軍他們現在要恢復 他們的跨子夜實戰飛訓 好 所以張延廷他就繼續說了 他說因為現在共機啊 夜間的時候 他們也會跨中線 所以空軍都要執勤做夜間的訓練 年底恐怕就會發生的 就是飛行員他們不續千朝 可能就會爆發這樣子的一個風潮 那前立委蔡政員他就說了 我們到底要拿什麼去跟大陸比呢 因為我們的機種相對是比較落後的 F16也是個半吊子 還沒有完成升級 換向2000連法國都已經淘汰了 那經國號戰機也很老舊了 所以不管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面 我們都是輸了大陸一大截 好 那為什麼現在說國軍要開始慢慢的備戰了嗎 因為呢現在海警船 他們除了出現在金門海域之外 現在也跑到東部海域囉 這個是在上個月27號 大陸海警船突破海峽中線之後 現在是直衝了我東部海域 甚至一度他們是以閃避漁網為由 短暫的衝入了24海裡限制水域 那前海軍艦長呂理石他就說了 是不是我們的海軍海巡署 現在兩邊同時拉警報 我們的船根本就不夠呢 如果大陸海警船真的要進行圍台模式的話 恐怕我們的船根本是數量不夠來對付 那退役少將栗正傑他說日後陸船 可能就會直接穿過了大膽島二膽島 把過去雙方建立的這種默契 現在會全部都給他抹掉了 那前駐紐現在代表借文吉他就說了 廈門呢現在都是一些摩天大樓啊 高級的旅館 未來陸方是會把留五店航道 當成他們最重要的一個商船通路 不再管我方的禁限制水域 就把大二膽跟小金門大金門給隔開來 那我方要派海警船去執法嗎 而且看到大陸他們已經很強硬的在說了 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好這個是大陸國防部的發言人張小剛他說的 所以大陸他們不斷的在說了 現在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海峽中線啦 所以眼看現在兩岸真的越來越緊張了 好美國國務院又跳出來講話了 他們說北京持續在台灣海峽 採取挑釁的行動 所以顯示呢 好北京試圖要單方面的改變台海現狀 美國是呼籲北京要停止對台灣施壓 與台灣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不過國民黨大陸事務部的主任呢 林祖嘉他就說了我們覺得陸方其實還是希望要維持台灣既有的交流溝通嘛 當然呢是希望兩岸是可以好好的和平 所以希望和平統一和平發展的態勢 大陸應該是沒有改變的 最主要就是想要避戰嘛 那請問給郭正亮他也說了 現在最主要呢我們現在兩岸會變成這樣 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金門翻船事件嘛 那這兩名死者的遺體呢現在是無法解剖 死法就無法結案 遺體放在金門會變成政治目標 因為大陸一定會要嘛 一定會要處理 那海巡署真的很笨 沒有想到這是一起政治事件 但是如果遺體運過去到大陸的話 大陸他們驗了之後 一定又會引發新一波的軒然大波 那剛剛有提到今年的漢光演習會變長了 要延長為8天7夜 國防部長邱國正就表示 這個是因為敵情需求 據日本官房長官林芳正日前重申了 台海和平穩定 不僅是攸關日本的安全保障 日本將會持續與美國的盟友緊密的合作 來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對此邱國正他說 我們從來沒有期待過哪個國家過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我們做這個演訓或者把時間 剛剛還講說看過我們時間是家常 這一個敵情嘛 敵情 大家看得很清楚 方便強化武器 方便也有戰備 你的確是需要的 至於講說 這個剛才講說人員有壓力啊 我們這裡也要持續注意 目前我們的飛行員做數量 人家也很關切 大家拿來接裝 飛行員不夠 各位 各位 建軍備戰同步的 沒有講裝備來以後人員才編成 打裝編去 它是一個程序 但是很多是同步在做 裝備 裝備哪一個要獲得 那之前要完成哪些配套 包含人員的訓練 都夾在裡面 對這一點我們很有信心 就跟高速部門一樣 高峰當初建高速公路 我們在八月上面有幾段 五六個地方可以當作戰隊跑道 不講說國軍要建戰隊跑道 你開下高速公路 這是反過來的 那天委員有提到 我也很訝異 因為說都已經談好了 至於哪邊細節部分 還要再做溝通 我們會跟相關部會 再做說明 看大家如何來解套 但不是國軍主導 我們從來沒有期待哪個國家 國內 防衛作戰 我們自己台北防衛作戰 自己國家自己 我就講多少次了 對不對 要再講一講 看別國的這個講法 來改變自己 不做任何依賴 你看國軍任何一個想定 沒有哪個想定 外援來了我們怎麼做 沒有 自己國家自己救 這是絕對不會改變 另外空軍他們恢復跨職業 飛行訓練當然也引發了討論 那麼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 他就表示說了 因為共機夜間也來跨中線 所以空軍都要執勤做夜間的訓練 而2019年起 前五年現役飛行獎金 到二零二四年底會到期 所以很多人滿二十年 可能就不會繼續簽了 會轉移到民航公司去 所以他說未來飛行員 可能會缺人 這一次北部的幻象 南部的IDF 東部的F16都有 來這跨職業的飛行 有可能十二點 有可能兩點先預告 讓大家知道 因為以前的時候 九點鐘以後 到隔天早上的七點鐘 是環保時段 我們不起飛 不落地 除了特別狀況 因為因應附近居民的生活需求 所以其實也不能夠做太多的飛行訓練 不可以 你這個時候 他們剛好在睡覺 這個跟解放軍不一樣 我都看到很多官媒的視頻 都是早上 晚上這種很密集的訓練 那現在中共這個飛機 我們叫跨中線移動 晚上也過來 對 有十二點的 有兩點的 還有四點 那你要不要起來做應對 你不起來做應對 防空飛彈追尖 那他越靠越近 你空中完全臨兵力 你這是什麼 無法反應怎麼辦 你又不能開第一槍 那他就進來 你怎麼辦 當然一定要升空做警戒 再做驅離 看他的距離 臺灣的這種遠近 就是要這個樣子 所以那你平常的時候 夜間要不訓練 我認為這個除了飛行員之外 包含地勤的人員 包含機工長 包含私事搶救小組 包含航空衣官 包含塔臺管制官 站完 通通都在執勤 所以是空軍都在上班 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知道飛行一個小時 你要準備五個小時 你前面的任務提示 著裝 地面滑行 整個都兩個小時去掉 完畢之後 飛行完畢一個半小時 完畢之後 任務歸尋 你要卸妝 什麼通通都要繳回去 不是 醫生令下馬上飛 我看這個 你都要做準備的 要提示 待會怎麼飛 怎麼會 怎麼起飛 怎麼離場 誰報到 做哪些科目 做哪些攔截 做哪些空中射擊 還是對地炸事 還是對海炸事 都要做 提示很反腐的 而且要錄音 萬一有任何狀況 大家把錄音帶 拿出來看 是這個樣子 完畢之後 飛行完畢之後 我們解散 不是要把剛才的飛行 做一個檢討 八個半個小時 剛才飛行狀況怎麼樣 誰在哪個地方 缺點要改正 誰剛才飛行飛得不錯 剛好到 剛好命中 命中把標 這是飛行後的規循 規循完畢之後 你著裝這些 通通都要帶回去 都要拆掉 那金工廠最累 他飛行後檢查 是 氧氣 滑油 力壓油 有沒有漏油 好多事情要做 當初簽五年 續服飛行現役獎金的時候 是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加五 就是二零二四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剛好到五年 那現在往後五年要重新簽 那有人的話剛好滿二十年了 那我不要簽了 我到民航去 為什麼 因為在民航可以飛到六十五歲 飛行生涯長 在空軍的飛行生涯短 你大概飛到五十歲就不行了 五十歲想換跑到民航公司不要 因為年紀太大了 而且你的小老弟已經當機長了 你還在當副駕駛 不移會這個狀況 那這樣 在空軍的飛行時間短 第二個 這些有拿這些 續服現役獎金的 只是一間段 一段而已 為什麼 有時候你還調到空軍司令部 去服務 有時候調到國防部去服務 有的時候還要去指揮參謀學院 去深造教育 國防大學 戰略學院也要去 你太多事情 不是光只是飛行 你還有好多事情 要去做 所以你這續服現役獎金 不是一直在拿 是間歇的拿 沒有一直拿 我們空軍人上是這樣子 結局越高 拿的全越少 中校拿的最多二十七萬 但是上校拿的比中校少 你要升到上校 全力比較少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